我是Jimmy 我的业务我有两件业务 两件的业务都是超过10年了 在这个10年期间 我们的业务没有增加了 10年10多年 总之是他们讲什么不好 我们就照着他们的去做 做了过后总结就是10多年过后 没有增长到 所以那时候 因为这个业务都是我父亲在打理 所以他就在Facebook看了好几个 工作人员 过后他就觉得 MDK讲的东西蛮有道理 所以我父亲觉得 MDK是 很专业 就叫做他们专业 然后我的父亲就跟我讲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他讲的东西很仔细 然后讲的有道理 所以我问他的时候 我问他越多东西的时候 我就发觉到他愿意跟我 无私的分享 所以 当他愿意跟我无私分享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我越来越多 好像我们的业务 还是很多东西没有把它做好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不能够有 增加的情况 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投资金钱的话 会投资到对的地方 因为 因为我们真的找到一个人 可以帮助我们 长期的配合 让我们的业务 一定要留 成绩 因为我愿意跟MDK一起学 一起成长 看一下哪里的地方 我们做不对的 我们就尽量的 跟MDK的方式 所以 在短短的还没有到一年 OK 我的业务 我是看到 不只是有成长 不了 OK 还有很多新的了 来开始 玩 OK 来开始我的业务在玩 然后 MDK也愿意 教我 给我更多的指示 所以我接下来的目标 要达到400 如果说你们也有兴趣 你们也愿意投资时间 投资 金钱 这个是我最好的介绍 为什么 因为我是过来的